一段时间以来你提到的这个政客 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私利 大肆对中国污蔑抹黑 中方绝不会任由其胡作非为 混淆视听 你应该注意到 中方有关媒体发布了 蓬佩奥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 与事实真相 其中大量的事实和真相 都能够证明 蓬佩奥之流 无视历史 罔顾现实 充斥冷战思维 和零和博弈理念的谎言 是多么的荒谬可笑 方言当今地区国际热点敏感问题 我是问 有哪个是中国造成的 又有哪些问题的背后 没有美国个别政客 忙前忙后的影子 这些人必须认清 并接受的现实是 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而言 中国是促进全球和平繁荣的积极力量 而不是消极因素 是机遇 而不是威胁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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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威胁